作为一个疏控师傅 不但要懂M代码、G代码 还应该学费红程序 在诊语中使用高度语句和IF语句 就可以改变控制的流向 这些语句怎么使用 先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在影片上给我来一波大漠666 也可以来个赞 鼓励一下 下面接着聊 第一种 勾图语句 第二种 IF语句 第三种 Wall语句 无条件转移 勾图语句 怎么来用 勾图N 就是无条件转移到 顺序号N的程序段 N的顺序号是1到99999 当指定1到99999以外的顺序号时 机场会出现报警 条件转移 条件转移 IF语句 人们来用 IF之后是指定条件表达式 条件表达式后面是 GoToN 如果指定的条件表达式满足 就转移到标有顺序号N的程序段 如果指定的条件表达式不满足 就辞行下一个程序段 条件表达式后面也可以跟让 如果条件表达式满足 就辞行预先设定的红程序 条件表达式必须包括蒜粉 蒜粉插在两个变量中间 或者是变量和常数中间 并且用口号封闭起来 表达式还可以替换变量 冰算符有两个字母组成 用于两个值的比较 决定它们是相等 还是一个值 小于 或者是大于另一个值 循环语句 wile 在wile的后面指定一个条件表达式 当指定条件表达式满足的时候 就执行从d0到end之间的程序段 否则就转移到end后面的程序段 这种指定格式使用于if预计 d0后面的号和end后面的号 是指定程序词行范围的一个序号 标号值为123 如果用123以外的值 就会产生报警 在d0与end循环中的标号 可以根据需要多次使用 但是当程序有交叉重复循环的时候 会出现报警 当指定d0 而没有指定wile语句的时候 就会从d0到end的一个无线循环 但在go2语句中有转移的语句时 程序就会进行顺序号收缩 反向收缩要比正向收缩的时间长 如果用wile语句来实现寻法 就可以减少程序处理的一个时间 好了,大家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来留言评论 如果大家觉得简单还可以 长按点针3秒 帮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的观看